大家好,我是Amy,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学生症候群 你们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呢? 就是小时候呢,在放暑假的时候 都习惯的先开始玩乐 然后等到最后一天暑假的倒数 前三天的时候才疯狂的赶暑假作业 然后直到呢,前一天呢,才准时把它完成 或者是呢,在准备期中考或期末考的时候 都等到最后的一个礼拜呢,才开始做准备 然后在最后压线的时候呢,才完成考试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了很多种状况 那其实这是非常有名的心理线上叫做学生症候群 那这一集呢,我就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能够为你带来启发 这次有关于投资理财与自我成长频道 如果你希望每周只花10分钟 就能提升竞争力的话 欢迎订阅哦,那我就开始了 首先呢,这集主要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是学生症候群是什么 以及学生症候群会带来的影响 还有第三个重点 我们要如何改善学生症候群 第一个重点,学生症候群是什么 其实学生症候群呢,它是很多人都会有毛病 而且是我们很普遍的人性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节日期限,节日期是什么 也大概知道大家要花多少时间完成 可是我们往往会想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要去做它 然后往往无法,顺利如期的完成 那这件事情呢,不管你是职场的牢鸟 或者是职场的菜鸟 你可能都发生过 甚至呢,我们在学生时代一定都有非常多的相关经验 因为像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喜欢考试临时抱火脚 或等到最后一刻才敢作业的人 然后我那时候呢,就深受学生症候群所苦 那为什么会产生学生症候群呢? 它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有不明确的优先顺序 就是其实你的任务太多项了 比如说我考试有很多课要同时准备 或者是我的工作任务有非常多种 然后因为意识太多,你无从选择 不知道该从哪个开始下手做 那这就可能会是造成学生症候群的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是最多人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心理障碍 包含了你可能对这项任务有一些压力 有些焦虑,有些恐惧 或者是呢,你害怕会得到一些负面的回馈 甚至呢,有些人是因为他是有完美主义 而迟迟不敢开始 而所产生的学生症候群 导致于呢,我们习惯拖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们永远等不到一个最完美的计划 直到逼不等一的时候才开始进行我们的工作 结果最后呢,这个工作任务呢 就会一直被拖延 一直被拖延到我们无法接受为止 那第三种原因呢,通常就是懒惰 那懒惰呢,可能是天性,也可能是习惯 但是我自己的观念是这样想的 就是其实人呢,没有真正懒惰这件事情 所谓的懒惰呢,叫做我不想做 那为什么会不想做呢? 我们其实应该要去找的是我不想做之后的原因 如果是你非常有热情的事情 你从来都不会懒惰 比如说我很喜欢打电动 我很喜欢追剧 我就不会懒得追剧 或者是不会懒得打电动 所以每一个懒惰的背后都有原因 就代表说你可能没有强烈的动机要去做它 比如说我以前非常喜欢运动 所以对我来说运动并不是一个需要纪律去执行的事情 而是我享受运动的快乐 我很自然就会出门运动 但是现在呢,我的运动习惯消失了 我就会觉得我懒惰运动 可是事实上呢,很有可能是我在运动背后的动机呢 已经消失了 导致于我不喜欢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克服懒惰的话 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懒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可以更容易去突破这样的障碍 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来聊聊 学生症候群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呢,是因为完美主义而开始了学生症候群 但是因为学生症候群的关系 我们把事情拖一点到最后一刻才做 所以反而结果会变得更差 所以第一个最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表现呢,可能比我们原来的表现变得更差 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我们可能会错过daylight 或者是错过期限 而导致于让别人感觉到不好的印象 还有第三个 如果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做 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还有与同事的关系 然后再来是第四个,就是所谓的自我厌恶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希望自己表现得很棒 很完美,我们不想要去拖延 但是我们就会忍不住去拖延 然后这种事情常常的发生 然后久了就会越来越讨厌自己 那这就是学生症候群呢 可能会带来的四种负面的影响 然后接着呢,就来到我们第三个重点了 我们到底如何避免学生症候群呢 这边有几个方法呢,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呢,就是先练习设定事情的优先顺序 先把你所有要做的事情呢,全部写下来 那你会发现有的是大,有的是小 那有的事情庞大到无法一次用很短的时间 或半天一天的时间完成的话 我们就把它再切割成更小 但是你去练习的帮这些事情调整优先顺序 那你就会更知道说 当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应该从哪件事情开始下手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练习增加缓冲的时间 因为生活中呢,意外总是难免的 比如说突然发高烧 突然身体状况不好 或者突然家里有事情 或者是突然失恋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 所以留一点缓冲的时间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去解决好 我们眼前应该处理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大型的工作 分解成好几个小任务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工作太过庞大 会导致我们迟迟不敢下手或不肯下手 那如果把它拆解成几个简单的小任务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早点进行 那第四个呢,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生产力周期 比如说,像有的人是夜猫子 他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工作 会让他最有灵感,最有生产力 可是有的人他喜欢在白天有阳光的时候 做事情会让他更有活力 那这个事情没有标准答案 其实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生产力周期 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那接着是第五个,是改变环境 如果说你觉得,你现在的环境太舒适 比如说像我如果在家工作 我的床就在旁边 我就很容易扑回到我的床上 那我的生产力可能就会大幅的下降 也会很自然的发生拖延 但如果我在办公室的时候 旁边人都在工作 那我的状态就会属于一个工作的状态 那在整体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升 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使用的方式 再来是第六个,就是改变你自己的心态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完美主义 而产生的学生症候群 所以你要允许自己不完美 还有允许自己失败 我昨天在一个演讲里面 听到一个非常值得省思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台湾的新创环境里面 大家都不敢去做更多的创新 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更低的失败率 可是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 不是更低的失败率 而是我们应该想着 如何创造一个允许失败的环境 让每个人即使失败了 他也不用因此感到恐惧 而变得勇于尝试 那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然后最后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就是对于学生症候群这个症状 我从小就讲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有想到一些简单的对策 来避免因为学生症候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我以前在当欧美旅游博课的时候 我去欧洲出差 那我可能一去呢 就是去个一个多月 然后去七个礼拜总共35天 那我就会把我所有的厂商跟客户的工作 全部排在第一个礼拜 就是在七天之内全部完成 那后面的28天呢 我就可以好好的放假 好好的休息 那比如说我们在进YouTube频道的时候 大家也会以为是我们是按照节奏 每天每天的去更新我们的内容 或者是准备内容 可是事实上因为我很了解自己的工作状态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所以我的方式是 在我状态好的时候呢 我会一次产出比较多的内容 然后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排片量 然后之后呢 再用排成的方式呢 让它可以准时的上架 那在写文章或者在创作内容的时候 因为它很需要你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或者是灵感较加的状态 所以呢我就会喜欢集中一口气完成 然后这个就变成我自己 避免学生症候群的策略 其实我在第一次听到学生症候群的时候 老师就在分享说 你看你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你一个月30天你前面都很悠闲 然后你最后三天就拼命地赶作业 你要这样生活吗 然后当下我的心想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这样30天里面我有27天都在放假 然后我有只有三天需要工作 然后把密集的完成 那我其实很享受这样子的模式 但是呢如果以传统的学生症候群来说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让我错过期限 或是赶出来的东西品质不好 因此呢我就会开始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思维 把我赶期限或者是我密集工作的时间 把它挪到最前面 那这样子呢也许我可能不一定是三天完成 我可能是四天完成 但是后面的26天呢都是我的假期 或者是我可以选择去做不一样的工作 但是呢以我现在来说呢 我在看了学生症候群之后 我发现我生活有一些方面呢 还是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比如说呢其实我有时候在复月的时候 我喜欢在出门的最后一刻呢 可能最后的半小时一小时 我才开始准备要出门 这有可能就会让我在复月的时候 时间的掌控度就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总是感到最后一刻 如果遇到塞车 或者是遇到一些路况的时候 就可能没办法准时的抵达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需要改进 或者是反省的地方是 就是最近一直变胖嘛 然后有很多人留言说我变胖 好就是我可能会觉得 可能一个计划要完美的开始 然后中间呢不容许办任何小错 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做好 自己的健康的调整计划 那我觉得看完学生症候群之后 我反而觉得这或许可以用在 我的生活健康管理上面 就是可以练习着 每天只进步一点点 然后把一些大任务呢 拆解成小任务 及早开始呢 就很自然的可以早点达成自己的目标 希望分享完了这一集的学生症候群之后 能让你学会怎么去更容易的 克服自己的拖延问题了 最后呢我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有学生症候群吗 A.我有 而且非常的严重 完全就是经典范例 B.我有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可以适时的去改进它 C.我没有 学生症候群离我超级遥远的 我完全不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以及D.欢迎随意和我闲聊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一大内容 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留言跟我说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频道 那么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